我們一起學毛招 喵你老 好煩的這首歌 一直在喵喵喵喵喵 但這個真的 想不到幾百萬 將來將去 一天一天走過 歲月不留我 我們一起學毛招 喵你老 若在喵喵喵 真的好想打 之後就不喵喵喵 我真的好想 今天要訪問的就是最近 非常具有爭議性的一位人物 那他改編了中國一首 就是歌 叫 學喵叫 學喵叫 對 他改編了之後 他比那個主唱人更加更加的紅 我們一起來歡迎Sam Sil 大家好 我是Sam Sam Sil 你有沒有想過 改編別人的歌 可以這麼緊要紅嗎 幾百萬 算得到是幾百萬 算得到 可能有些download在電話 算不到 算不到 有沒有想過自己紅到這樣的程度 沒有 沒有想過 當初只是想玩一下 但是我有一個很好奇的地方 是 因為你也算是很英俊 那我不是英俊 是遮體 遮體 遮體 形象真的很正面 是 但我不明白為何你這麼大膽 去改編一首歌 是用粗口的形式 你有沒有想過 可能會破壞你的形象呢 當初我們玩的時候 寫了之後 也有幾個星期 但我們也沒有六個 只不過是在身邊的幾個朋友這樣唱歌給你聽 他們就爆笑 所有朋友就笑得很厲害 他們就說 喂 等什麼啊 錄出來吧 然後我說是不是 這樣 會不會破壞 他們說可以的 就試一下 我之前錄的版本是單人的 就是一個人試錄 這樣發給我認識的朋友 接下去那天我們在雲頂做工 就跟我女朋友一起 我就說不如一起玩吧 那你就在後面寫什麼 然後就扮一下生氣的樣子 其實我們只是拍了兩次 就一拍就搞定了 即是用手機拍的 對 手機拍的 放著 之後就 我女朋友的部分就加分了很多 因為如果我一個人 只唱的話 你就可能覺得比較粗俗 但加上這個畫面 他的動作 所有東西聯合在一起 就變得很搞笑 因為當初是這樣的 在家裡的時候 我女朋友就開到這首歌 他就說很煩的 這首歌一直在那裡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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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純手拉結他 就彈了 即是說那首歌詞 其實都… 很不滿 我寫的 都不到兩分鐘 寫的歌詞 隨口說 就是當作被吸的 歌詞 但是不是你自己也有 心裡有很多 那些… 那不是 那不是 固住很多 很多負面的不滿 那不是 那不是 我真的隨口說 當作被吸的 中間一句是 一巴聲你半三巴 這一句話 就是我十多歲的時候 因為我曾經在半三巴工作 我經常都說這句 我一巴聲你半三巴 就是講習慣的 那天我唱的時候 就這樣唱一巴聲你半三巴 就帶出來這個歌詞就這樣 之後我們再整理一下 這樣就搞定了 就是很多人問我 你怎麼想這首歌 這樣就讓你想到 我就跟他說 其實都沒有特意去想 只是隨口說而已 怎知道就這麼爆 OK 有沒有借著這個細呢 想做些什麼 或者你覺得 遲些吧 我們會再拍些有趣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比較好的 正能量的教導人 都可以想想 和我女朋友一起合作 就是因為這件事之後 你才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之前我也有做我的Youtube 好像放我的MV 但是呢 反應普通 可能是十幾千人聽 但這個真的想不到幾百萬 就是因為小了 我們更加要堅持做下去 全世界買咕嚕肉 沒理由你還愛咕嚕肉 我就是去買雞飯 即是你在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 是啊 我自己的專長 如果你硬硬 我唱華語都沒有那麼好聽 硬硬去唱的話 那整個市場 這麼多華語 我都不夠人爭 我不如做一個可以發光的 這個隱密的 對啦 因為小的嘛 賣才是小 那你做廣東歌 別人看到你了 Sam Siu是廣東的 夠了已經 不需要說 真是紅得很厲害 但是有人知道 走在街上 有人覺得 有些熟口面 夠了已經 在還沒有訪問阿Sam之前 其實我對於出口文化這件事情 還是有一點點的抗拒 但是像他講的 就是他做了這首歌之後 發現了就是有很多 可能很不開心的人 他們的這個情緒得以轉化 是非常開心的 我覺得無形當中 他也做了一件好事 最重要就是說 你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很欣賞阿Sam一點 就是說 他有在歌曲出街之前 他有在審視一番 覺得說他之前的作品 可能真的就是 太過的粗暴 那他再稍微的修飾一下 這個修飾呢 就變得無傷大雅 我覺得 反正如果能夠 帶給大家一些能量 帶給大家一些 開心的事情的話呢 這個所謂的出口文化呢 這樣他也沒有構成任何傷害的話 就何樂而不為呢 真的 他可以幫我 他最深刻的 avoir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